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当 感动 2023年海峡两岸大交流 大融合的热潮继续涌动 一批批台湾青年跨海而来 新老朋友相见顺欢 开启逐梦 逐梦 圆梦的旅程 现在是上午11点 我们即将从珠海过关到澳门 接我们的台湾首来组了 Go 我叫李伟国来自台湾的新北市 我现在目前从事的是协助我们台湾小伙伴来到祖国大陆 成就他们的创业梦想 是台湾船的小伙伴们 我们终于来到澳门 然后接下来去祖海长 那跟大家正式的集合 像我们这一次采访团的团长 这是魏伯 大家好 李伟国 大家好 是各位伙伴大家好 15位来自台湾各地的青年 在海峡对岸第一次相识 对于身边的伙伴 和首次来到的大陆 他们有想象 有好奇 而更多的是期待 因为当你来到大陆 你才会知道两岸一家亲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也会想跟这些台湾的青年朋友来去做分享 来这边就是你会发现 你是站在世界的前沿 不管说是科技也好 生活的一些形态也好 移动互联网 电商直播 中国航天 这一些世界级的发生 都直接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已在大陆工作 生活了八年 李伟国迫不及待 要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和团圆们分享 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大陆 而这 正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2022年7月 给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 台湾青年回信中的音音嘱托 去年夏天 李伟国和数十位台湾青年 一起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讲述在祖国大陆学习 工作 生活的经历和感悟 当时我们是以家书的形式 一起写信给习总书记 是因为大陆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就希望跟家人 可以沟通一下 我们在大陆这边发展的一些 实际的情况 我们当时是抱着说 希望试一试的 但没想到习总书记 他就真的给我们回信了 勉励大家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 绽放异彩 那包含我在内 其实我们很多台湾的朋友 都觉得新潮澎湃 深感温暖 所以我们就觉得更加坚定 我们在这边发展的信心 你看这些网 这些都是从之前 对啊 怎么这么有勇气 这个样子 就是你看是这么好的鼓塞 对 你不改造它就浪费了 对 都是鼓中 来自金门的吴炳章 与花莲高山族女孩赖淑珍 共同的兴趣和理想 让她们的人生轨迹 有了交集 在厦门吉美城内村 为了唤醒这个时光痕迹 厚重的古村落 一群志趣相投的伙伴 把青春和汗水挥洒在这里 来这边创业了五年了 那慢慢地我们开始 从温创 从空间改造 慢慢地是触及 基地这边也聚集了很多 跟我们一样的抬青 差不多20家两岸的企业在里面 那透过各自的方向 各自的努力去助力这个村庄 希望透过我们一些 两岸一样的元素 然后把这个鼓措 再重新给翻新出来 然后再融合一些 青年的元素 年轻的元素 然后把这些东西 团承延续下去 那这样我们全部都下地之后 以后村里面就很干净很漂亮了 对对对 我们其实作为第二代村民的一员 其实是透过不同的视角 去探讨说怎么让村庄变得更好 我们在这边其实是各自发挥 各自的创意 得到很多机会吧 我觉得 那我们就跟随了国家的脚步去做 跟随国家乡村振兴的发展大战略 吴炳章他们 在这里找到实现梦想的舞台 能量满满的年轻人 也给古老村落 带来了新的生机 三 二 一 来 双手打开 狗山青 千岁兰 我觉得我们进到城内村里头 除了给村里头一些活力之外 我们也给村里头的这些 长辈一些陪伴 它让我们觉得有个家 然后我们也让他们觉得多了一个孙子孙女的感觉 他们这些小孩很乖 每次看到我们都说 阿嬷 你吃饭了没有 阿嬷 你怎么样 有做什么事情 大拨有头有五 好像我们的孙子来了 大家一进门就叫 过来到我们这边来创业 确实是会心疼 很辛苦 我们能管的就给他管一下 很棒 说着同样闽南语的台湾青年 就这样悄然融入了村里老人的生活中 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因为我们在这里做蛮多事情的 然后其实我们常常瞒到半夜去 甚至到早上 然后阿嬷其实都把它看在眼里 很感激这块土地给予我们的舞台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舞台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把这样的能量发展得更大 我们应该就是做更多更好 然后更有回馈的事情来回馈这个土地 让这个土地能够 透过我们两岸心也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主任各位医师 那今天是我们这个学期第一次的这个福州大学跟省医院这个交流的这个会议 那我们的课题可以持续地去做推进跟发展 与福建省立医院团队每月一次的业务研讨 福州大学台湾教师王亮宏很是重视 他研发中的远程新电监护系统 医院临床数据的收集必不可少 2014年我当时是在集成电路这个领域里面 是福建省紧缺的这个急需人才已经过来的 然后在福州大学从事教学跟科研的工作 我想把我所做的东西在祖国大陆这边去给他实现我的理想 我把它超暗一下 他开始亮绿灯以后 那就其实手机就可以跟他连了 我当初在想说我能不能够在这边实现我的梦 那这十年的发展其实我也觉得我没有选错 十年光阴 在福州从落下桥到扎下根 如何更深地融入大陆的发展 王亮宏发现他可以做得更多 因为我来得比较久 我来得十年 而且都是在教育这一块扎根 那这几年其实因为我常会提出一些建议嘛 都得到重视和采纳 随着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参与政协的这个过程 我发现大陆的民主 绝对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它而是大家可以平等地去协商 彼此充分地去倾听 最后凝聚成一个解决方案 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人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相信这样一条两岸融合发展的心路 一定可以越走越亲 越走越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在对台工作中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 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 2023年9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 要求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这份饱含温情绘质的融合蓝图 让家的感觉更真切了 就我们希望可以打造成一日生活圈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还在福州 我开个车 下午就到台湾了 那我在看完我的父母亲 甚至我晚上就把我父母亲接过来大陆吃个晚餐 中共中央决定在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一个决定 也是非常适合实际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在福建在这一方面是天时地利人和 在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 其实敏台的紧密的合作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两岸一家亲 敏台亲上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更续中华文脉 生逢其事的两岸青年 有使命 有担当 这是珠海 当时就是要跟奥迪伦的 在现在游的这个地方叫做林丁阳 大家有听过过林丁阳吗 这是谁写的诗 文天 文天祥写的诗 然后他其实最后有一小段 人生自古谁无死 敏台亲 赵汉亲 本身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们都同文同种 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个中华传统文化 那我也希望说这些所谓的 守来族回到台湾之后 可以将所见所闻 可以分享给台湾的朋友们 让更多人愿意过来这边看一看 青年抢国家就抢 国家抢青年就抢 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 大家是发挥各自的所长 然后去结合在一起 然后让这个目标 跟这个未来的远大梦想 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青年新则国家幸福 青年强则国家强 历经考验的两岸青年 正逐渐成长为新一代中间力量 携手直面一个又一个挑战 等待他们的 必是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觉得这应该是全世界中国人 应该要去做第一件事 我们应该去肩负这个任务 然后把中国故事说得更好 然后把我们的中国梦造得更大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 以中国式现代化 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征程当中 台湾同胞是绝对不能缺席 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 感受我们整个民族发展的 这个伟大历程 才能够形成对祖国的坚强的认同 从而能够献身祖国的统一 献身民族的复兴 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 共援中国梦 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 共享民族复兴的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